台湾的山林 有一个披满灵甲的神秘物种 它是地球上盗猎走私 最严重的哺乳类动物 过去十年来 超过一百万只穿山甲 遭屠杀 直接用热水烫 烫过之后才比较好 把鳞片把下来 那这个过程就很痛苦也很残忍 但是学术界对他的研究非常有限 蛮大致的 蛮大致的 体宽 它很轴 你看到轴 这边有一些痕迹 穿山甲就这么困难去调查研究原因是因为它是夜行星 然后独居 那它没有办法发出声音 而且它的足迹跟一些脚印很难很难留下来 那它的爬椅跟粪便也很难调查 所以很多研究人员都会在研究上面吃出骨头 这两个礼拜呢 这只穿山甲都完全没有移动 通常穿山甲在一个洞穴再超过两个礼拜 它有可能是怀孕 全球一共有八种穿山甲 八种都面临灭绝威胁 台湾却创造富裕奇迹 成为穿山甲最后的堡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